这是韩国最新流行的整容脸 看着一眨眼能拍死蚊子的长睫毛 还有一低头能扎死自己的肩下巴 再加上被错刀削过的高鼻子 真是要多完美有多完美 小美从小就向往这样的容貌 就连画的画都是清一色的蛇精脸 母亲也为她的想法感到自豪 将她画的画挂在墙上静静心上 小美逐渐长到了可以整容的年纪 她望着镜中丑陋的自己 百般不满意 便和闺蜜计划五一放假一起去整容 他们瞒着父母来到了整容医院 吃着棒棒糖 想象整完容后的美好生活 很快就轮到了小美 小美走进一个房间 院长问她想整成什么样子 小美拿出了自己的画册 上面有她画的梦想脸型 院长拿起来只是看了两眼 就丢回给小美 因为按照小美的想法来整容 需要非常昂贵的费用 她的零花钱根本不够 如果她实在要整的话 只能选择低几个档次的脸型 小美不能接受 失落地跑了出来 就连闺蜜问她怎么了 她也只是沉默不语 独自离开了医院 回到家 小美满脸的委屈 原来她的母亲和姐姐 都已经整成了蛇精脸 现在只剩自己 还是普通人的模样 她向母亲透露了 想要整容的想法 母亲却和她说 要整容的话就自己赚钱去整 小美不敢多说什么 姐姐向她投来了同情的眼光 这时爸爸回来了 仔细一看 爸爸竟也整了同款蛇精脸 她看出女儿的不开心 于是便问她怎么了 小美看到爸爸的模样 心里更不平衡了 于是一言不发地走开 她来到路边坐着发呆 耳边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 回头一看 竟然是整完容的闺蜜 小美满内心突然有种 被全世界抛弃的感觉